第551章 到市里上访 与李正国的老婆见面以后 谢方帝立即让他去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去上访 控告西庭县纪委违法办案,逼迫李正国自杀 悄悄将李正国强行从医院带走 要求立刻将李正国送回医院治疗 既然有谢方帝的支持 李正国的老婆就没有什么客气的了 他立刻组织五六名亲属 拿着控告材料 在一张白布上写了一个冤字 然后就高举着条幅 先来到市委 他们这一举动立刻引起路人的围观 市委门口一下子聚集了很多人 门口的保安立刻惊慌起来 想维持着秩序 同时立刻通知市信访局的人过来接访 这时 池国平正好从外面回来 不过他走的不是正门 而是另一个偏门 但他还是看到了门口的情况 立刻吩咐秘书 说道 你打电话问问信访局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 抓紧把人员驱散 有什么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池国平的秘书急忙打电话 给市信访局的局长 信访局的局长还不知道这个情况 得知也急忙赶到市委门口 准备接访了 此时其他的信访工作人员也已经赶到 信访局的局长来到以后 看到李正国的老婆 根本不听从信访工作人员的安排 执意要见市委领导 见池国平和薛鹏 看到这个样子 他就走到李正国老婆的面前 说道 我是信访局的局长 你有什么情况 跟我说 李正国的老婆 看了看他 觉得他也像是一个大官 既然一时见不到池国平和薛鹏 那他就先和信访局的局长说一说 不管怎么样 就按照谢方帝的要求 把事情往大了闹 你就是信访局的局长 李正国的老婆 以一种不相信的眼神 看向他问道 信访局的局长说道 不错 我就是市信访局的局长 曹志忠 你有什么事情 向我说就行了 池书记和薛书记都不在 再说 他们就是在 也没有时间见你们 到最后 解决事情的还是我们 你说 我说的对不对 曹志忠 作为信访局长 自然是有一定的涵养 说起话来 慢条丝铃 李正国的老婆 倒是没有再说什么 不过 他还是争了一句 说道 他们 为什么没有时间见我呀 难道 他们不应当见我们吗 曹志忠说 他们的工作很忙 上访 上访的人又不是你一个 如果他们一个一个接见 要我这个信访局长 还有什么用啊 老大姐 我看 你也是一个明事理的人 你有什么诉求 就说什么诉求 如果你的诉求 合理合法 我一定会给你解决 如果我解决不了 我会汇报给市领导的 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曹志忠 搞了这么多年的信访 见过的人多了 李正国的老婆 被他这么一捧一拉 立刻态度就缓了起来 曹志忠 及时的说道 你不要再带这么多人 在这里了 你让他们到旁边休息一下 另外 你这个什么冤字的条幅 也不要挂了 我们到房间里去说 李正国的老婆 听了曹志忠的话之后 想了想就答应了 反正目的是来告顿志强的 刚才不过是想造造声事 现在声势造的差不多了 也应当向信访局的人 说出自己的诉求了 李正国的老婆 就跟着曹志忠 来到专门接待群众来访的大厅 两人走间一间不大的房间 曹志忠坐下来后 就对李正国的老婆说道 你有什么诉求就说吧 李正国的老婆 坐下来后就说道 我要控告顿志强 他非法把我丈夫抓走了 曹志忠拿着笔记本 说道顿志强是什么人 他是西庭县的纪委书记 曹志忠听到后一惊 把手中的笔放下后问道 你告的是西庭县的纪委书记 李正国的老婆马上说 是的 怎么 不能告吗 可以告 可以告 这是你的权利 他逼迫我丈夫自杀 现在就偷偷的把我丈夫抓走了 我要求他立刻放人 给我丈夫治病 听了李正国的老婆这么一说 曹志忠立刻想起来了 难道这个女人就是西庭县传说 自杀的医院的院长的老婆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干什么的 曹志忠又问 李正国的老婆说 他是我们县医院的院长 他被人陷害 老李一生清白 现在顿志强居然说他有腐败行为 让人去抓他 我们家老李不堪受辱 就自杀了 伤还没好 就把他带走了 一点人性也没有 我们要求放人 听到李正国的老婆这么一说 曹志忠才知道 果然是西庭县 那个自杀院长的老婆 没想到 这个女人这么破辣 听完之后 他就说道 你丈夫有没有腐败行为 我们信访局 没法给你定案 这件事啊 只能是纪委的人 才能证实 你丈夫有没有腐败行为 听你所说 县纪委的人 是在调查你的丈夫 而你的丈夫呢 却不配合 选择了自杀 你觉得 你丈夫这样做 是对的吗 听到曹志忠这样的反问 李正国的老婆立刻说道 我们家老李是被冤枉的 顿志强 非法办案 随意抓人 我们家老李 不堪受辱 才自杀的 难道我们家老李 甘心受冤枉 才是配合吗 你是信访局长 不能站在纪委的立场上 和我们讲话 我们要求 纪委立刻放人 没想到 堂堂的信访局长 被李正国的老婆 奚落了一顿 曹志忠 这才感到 这个女人 确实难缠 想了想 说道 好好好 我不跟你争论这些 我们信访部门呀 只是负责 把你的诉求记录下来 然后转到 有关部门去处理 如果你的要求 就是这些 我会把这些情况 转告给市纪委 和西庭县纪委 让他们 妥善处理你的事情 怎么样 李正国的老婆 看到一下子 达不到目的 就说道 我们要求立刻放人 曹志忠说 我们没有权利 立刻让纪委放人啊 这种事情 你不能急躁 如果李正国 是清白的 相信纪委 不会不让你丈夫出来 如果李正国 确实是有腐败行为 你就是再怎么上访 也没有用 你明白没有 李正国的老婆 要是明白才怪呢 他立刻说道 我不明白 你要是没有权利 那我就去找 有权利的人来处理 我要见市委领导 曹志忠 头一次遇到 这么难缠 不讲理的人 如果是这样 他还真没法处理好 持国平的秘书 还打电话 给自己 让自己处理好 如果这事 搞了半天 没有搞定 怎么向持国平交代 想了一想 曹志忠又说 我现在啊 帮你联系 西亭县纪委 如果他们确实无辜 抓了你丈夫 我让他们 马上放人 行不行 李正国的老婆 马上说道 你不是说 没有权利 让他们放人吗 被李正国的老婆 嘲讽了一下 曹志忠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而拿起电话 打给西亭县纪委 接通后 要求顿志强 听电话 顿志强此时 正在县纪委里 听到市信访局的人 找他 不知何事 就拿起电话 接听起来 曹志忠就说道 我是市信访局 曹志忠 你是顿志强书记吧 顿志强一听 是曹志忠 知道他是信访局长 立刻笑着说 哦 曹局长 你好 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们是不是抓了一个叫李正国的人 顿志强心里一愣 心想 这曹志忠怎么问起这事了 便直接说道 不错 李正国是我们县医院的院长 他因为受贿 被我们双规 有什么问题吗 曹志忠说 现在 有这么一个事情 李正国的家属 到市委来上访 说你们非法办案 没有通知他 就把人抓走了 而且 还逼迫李正国自杀 现在伤情 还没有好 你们就把他带走了 有没有这个情况 顿志强一听 差点没背过气 这个李正国的老婆 居然敢向市委去上访 明明是腐败分子 还有理了 便立刻说道 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李正国 涉嫌受贿五万元 行贿人已经承认 本来 我们早就要将他双规的 但因为 他畏罪自杀 所以才没有抓他 现在他伤情好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把他带回来问话 他的家属 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才去上访的 请曹局长 不要听信 他们的一面之词 干涉到我们的办案 顿志强把情况 就向曹志忠说了一遍 虽然觉得 他说的是有根有据的 但就是太盛气凌人了 李正国的老婆 说的事情 也不是一点也没有 看来顿志强 是真的在李正国 伤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 就把人给带走了 这确实 有点不近人情 毕竟 都是党的干部 即使要抓人 也要等伤好了再抓 顿书记 那现在李正国的伤情怎么样 你们纪委办案 我管不着 但是如果人家伤没有好 你也不能不让人家治伤吧 你看 这么着吧 你把情况 向我们市信访局 说明一下 形成材料 附上证据 我们好像上访人交代 曹志忠想了一想 说道 没想到市信访局 会管着破事 顿志强立刻说道 我们暂时不能提供证据 现在还处于调查阶段 李正国的家人 纯属是无理取闹 李正国的伤情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来负责 请曹局长 向他的家人解释清楚 我们现在还需要办案 就不和曹局长多说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大纲司令 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志刚全拼1969 感谢您的收听 第552章 市领导 关注了 顿志强说完 挂断了电话 让那头的曹志忠 可有些恼火了 怎么说 自己也是市信访局的局长 虽然说管不到他 但级别 也比他大吧 再说他还挂着市委副秘书长的头衔 顿志强 居然这样就挂断了他的电话 真是盛气十足了 曹局长 顿志强怎么说 是不是 统一放人了 李正国的老婆 在旁边 问起了曹志忠 曹志忠抬头看了一下他 说道 这件事 我得向市委领导汇报一下 你给我三天的答复时间 今天 你先回去 怎么样 李正国的老婆 马上不同意 我们家老李的伤 还没有好 还要等三天 那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办 曹志忠说 如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负完全责任 再说 你丈夫 也不是无缘无故 被纪委抓去了 是有人供出了他 你不能这边要求放人 那边就放了吧 我们得有一个调查的过程 是不是 李正国的老婆 马上又激动了 我们家老李是被人陷害的 曹志忠仍然耐心的说 无论是不是被陷害的 都需要一个调查的过程 既然你来到这里 就相信我说的话 给我三天时间 然后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看到曹志忠 也没有什么法子了 李正国的老婆想了想 决定还是等一等吧 要不然 就是与曹志忠弄到天黑 恐怕也不能让李正国出来 所以就说道 那好 我相信你 三天之后 你一定要让老李出来 曹志忠只能含糊的答应着 好好好 你先回去吧 我马上向市委领导汇报 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听到曹志忠说完这些话 李正国的老婆也不再纠缠了 离开了市委大院 而在这个时候 李正国的其他亲属 也到了市人大 市政协 采取同样的方式去上访了 市人大第一副主任 郭信峰 急忙给曹志忠打电话 给市委办公室打电话 同时 还给西厅县委 也打了电话 让他们把人赶紧弄走 不能影响到市人大的办公 同时 郭信峰听说李正国 是市人大代表 他这个人大主任 不能不关注一下 虽然在纪委调查阶段 无需市人大批准 但毕竟是自己的人大代表 代表的家属来上访 他还是要过问一下 所以一方面打电话 给有关人员 另一方面也打电话 向池国平做了汇报 毕竟池国平是人大的主任 遇到这种情况 也是要和池国平说一声的 此时 曹志忠正在向池国平 汇报着情况呢 他在接到郭信峰的电话之后 就安排市信访局的人 再去市人大了 同时又急忙过来 向池国平进行汇报 池书记 前来上访的人员被我劝走了 但听说 他们又到市人大上访去了 这伙人很难缠呢 我费了老大的事 才把他们劝走 没想到 他们又到别的地方去上访 曹志忠向池国平汇报道 他并不知道 上访的人是分为好几伙的 池国平听了曹志忠的汇报 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上访 曹志忠说 上访的人是西庭县医院院长的老婆 他来控告西庭县纪委顿志强 说顿志强把他丈夫逼成自杀 然后又没等他丈夫治好伤 就把人抓走了 要求纪委放人 给李正国治伤 池国平 听到是西庭县的事情 心里就是一动 不知道王俭在那里 怎么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同时 他听到顿志强这个名字 立刻想到了薛鹏 他可是薛鹏的秘书 办起案子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正在想着这事 郭信锋的电话就打来了 池国平接到了电话后 听完郭信锋的汇报 挂下电话就说道 这个顿志强是怎么办案的 弄得当事人到处上访 还搞了什么自杀 这样 你去把情况 向薛鹏书记汇报一下 让他打电话给顿志强 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鸡尾办案 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不能搞得鸡飞狗跳的 影响到社会安定 池国平下达了指示 曹志忠自然是立刻听命 转身去向薛鹏汇报工作去了 曹志忠刚走 池国平就又接到了赵东方打来的电话 那意思和郭信锋差不多 说有人专门拦他的车上访 是有关纪委查案的事 他觉得这么重大的事情 是要向市委汇报一下子 所以就打电话给他 池国平一听 原来又是同一件事 看来这些上访的人 唯恐天下不乱呀 四处上访了 郭信锋和赵东方 这样重量级的人物 都打电话给他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池国平立刻又打电话 通知曹志忠 派人到市政协处理 还没有来到薛鹏办公室的曹志忠 又急忙安排他人 去市政协进行劝说 王俭也接到了郭信锋打来的电话 对于郭信锋 王俭还是十分尊重的 认为他是一个很本分厚道的人 不像赵东方那么乱插手一些事情 因此接到郭信锋的电话之后 是非常的客气 郭信锋就把情况 向他一说 王俭听了之后 就是震惊 他没有料到 李正国已经被顿志强抓起来了 他已经告诫他 不要冲动 等李正国的伤治好了之后 再进行双规 却没有想到 他根本没有听从自己的指示 现在弄得李正国的老婆四处上访 肯定惹的是领导不高兴了 真是太不明智了 郭主任 请你不要担心 我们马上派人去把人接回来 王俭向郭信锋保证道 和郭信锋打完电话 王俭立刻打电话给顿志强 顿志强这才把情况告诉了他 听说李正国的老婆 又到世人大上访了 他立刻生气的说 王书记 李正国的老婆是无理取闹 我们不用理他 王俭马上批评他说 无论他是不是无理取闹 现在已经让市领导关注了 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 你立刻跟我一起到市里去 以后办案一定要慎重一点 听到市领导也关注到这件事了 顿志强没有话说了 便答应与王俭一起到市里去处理此事 正当王俭要走的时候 赵东方又打电话给他了 大义还是说有人到市政协上访 是你们西庭的人 你们要来人把他们接走 虽然王俭与赵东方不合 但赵东方毕竟是市里的领导 所以表面上还是要非常客气的 答应赵东方马上去人 把人接回来 接完赵东方的电话 王俭就离开办公室 和顿志强一起去市里 而在此时 顿志强也接到薛鹏打来的电话了 原来曹世忠去薛鹏那里汇报情况之后 薛鹏听说有人在告顿志强 而且都让池国平知道了 他心里也是非常生气 就直接打电话给顿志强 问问怎么回事 顿志强接到电话后 心里又感到非常委屈 就把情况向薛鹏做了一个汇报 在薛鹏面前 他当然很小心了 薛鹏听了之后 觉得顿志强除了没有等李正国伤好之后 就把人带走之外 他也没有什么错 那为什么李正国的家属反应的这么强烈 敢四处上访喊冤呢 难道这背后会有什么隐情 小顿 你现在立刻再把李正国送到医院去 你在下面查案 也要注意工作方法 不能采取过激的行动 等李正国伤好之后 再将他双规 我替你向市委做解释 薛鹏想了想 对顿志强说道 顿志强没有想到 李正国的老婆会折腾成这么大的动静 搞得薛鹏都知道了 持国萍也知道了 他一下子成了千夫所指了 听了薛鹏的话之后 他不敢再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 接完电话就去找王俭 王俭出来正好碰见他 薛书记让我先把人再送回医院去 等伤好之后再双规 其实李正国那伤根本就不算什么 他只不过是在装而已 但现在没有法子 只有照薛书记的话去做 顿志强很不情愿的对王俭说道 王俭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了 就对他说 那你抓紧去安排吧 我等你一下 一起去市里 顿志强就答应了一声 然后去安排放人送医院去了 李正国在纪委里面 真的一句话也没有说 现在看到自己又被送到了医院 就意识到谢方帝可能再起作用了 这让他对抗的心理又增强了一分 等把李正国再次送回到县医院 顿志强就回来和王俭一起到市里了 坐在车里 王俭和顿志强两个人都在想着心事 王俭想到李正国的老婆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能引起郭信封和赵东方两人的共同关注 而且他们敢这么大张旗鼓的 去市委 市人大 市政协 去上访 这明显不符合嫌疑人家属的表现 那些被抓官员的家属 虽然也想着把人捞出来 可是他们不敢这么公然的去上访 毕竟他们的心里也很虚 而李正国的老婆却截然相反 好像他们一点错误也没有 不但在县医院里与县纪委的人对抗 而且到市里也是不依不饶 还又搞了一丝自杀 现在又到市里面上访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的 这里面到底是谁在给他们撑腰呢 王俭一路思考着 却是一时想不到 是谁在背后 为李正国撑腰 难道会是谢方帝 在最后的时刻 王俭想到 那天在县医院里见到的谢方帝 不禁就有些怀疑到他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大纲司令 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志刚全拼1969 感谢您的收听 第553章 和顿志强谈心 顿志强这会儿的心情 是无比的沮丧 一路上坐在车里 那是沉思着的样子 他没有想到 李正国的老婆 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惊动市领导 而且还让薛鹏 关注这件事了 他可以不把王俭和吴奇正 放在眼里 但绝不敢不把薛鹏 放在眼里 如果薛鹏对他不满意了 这个纪委书记 是不用当了 来到市里后 王俭和顿志强 先去找曹志忠 了解相关的情况 然后再把李正国的家属 给接回去 虽然郭信峰和赵东方 都给他打了电话 但池国平并没有给他打电话 这也是池国平 不想给王俭什么压力 他知道这件事 王俭也不一定知道 出了这种事情 也不能怪王俭 见到曹志忠后 曹志忠的态度 应当说是不大友好 因为顿志强 说话的态度 让他太有些生气了 所以王俭来到后 他也是公事公办的样子 就说道 王书记 顿书记 没想到 你们县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都惊动了 池书记和郭主任 赵主席了 全市的纪检机关都在办案 唯独你们县 出了这样的问题 到底是上访人的原因 还是你们县里的原因 你们让我 如何向市领导交代 你们今天把人带走之后 一定要保证 他们不会再来市里上访 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 你们县里今年的信访工作 成绩就算归零了 曹志忠 以市领导的口吻 说起话来 一点也没有给王俭 留有情面 王俭听了之后 还不能说什么 只能答应着说道 曹局长 你不要生气 我们也是没有料到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现在 那个李正国 已经放出来 送医院继续治疗去了 不会再来上访了 听到已经把人放出来了 曹志忠的态度好了许多 他和李正国的老婆 许诺三天的时间 这还不到几个小时 就实现了 这样 他也不用担心 李正国的老婆 再回来找他了 你们反应还挺快嘛 既然这样 我们一起去试人大 试政协 把那些人接走 让他们回去 曹志忠的态度好了一些 站起身 要和王俭一起 去把人送走 王俭连连表示感谢 顿志强坐在那里 一句话也没有说 事情都是由他引起的 现在曹志忠 明显是给他脸色看 他还能多说什么 要不是薛鹏也知道了此事 或许他还会多说几句 但现在什么也不能说了 王俭就和曹志忠 一起到试人大 试政协那边去接人 同时为了说明情况 又专门去拜会了郭信锋 郭信锋当然也没有什么成见 也很理解下面的同志 他只是觉得 有人到试人大上访不大好 另一方面 李政国是试人大代表 这些人 以试人大代表的家属来找他 他不能不管一下 倒是没有什么 南卫王俭和顿志强 两个人的意思 知道把人放出来之后 他很理解的说道 人放出来先治好伤 如果李政国真有什么问题 你们该怎么办 还是怎么办 但要事先把证据搞好 别让当事人再来上访了 你们县里的领导都很年轻 做事情一定要稳重 慎重一些 这也是市委领导对你们的期望吧 我多说一些 你们不要见怪啊 听到郭信封的话之后 王俭说道 郭主任 我们知道了 回去后就把问题处理好 欢迎郭主任 有时间到我们那里知道工作 聆听郭主任的教诲 郭信封听了之后 呵呵一笑 嘿 我都是快退休的人了 也不想再多说一些话了 只是 看你们年轻 才多说两句 如果有机会 我会去你们县的 看一看你们做的工作 长江后浪 推前浪 我也要向你们学习 听到郭信封的话 王俭和顿志强两人 不禁笑了起来 这个郭信封还真是一个 比较厚道可亲的人 王俭和顿志强 就和郭信封告辞 由于李正国已经放了 李正国的家属 当然就不再闹了 也没用王俭去接 他们就走了 去完市人大 王俭和顿志强 又来到了市政协 来到市政协 他们照例 去和赵东方见面 赵东方当然不会像 郭信封那样 对待王俭和顿志强了 他已经决定 帮助谢方帝和吴奇政 想法把顿志强拿下 所以 见到王俭和顿志强之后 就说道 你们搞的市政协 不得安宁啊 你们办案 怎么能搞的 当事人自杀呢 搞的当事人来上访 我们市政协 还不是什么权力单位 他们也来我们这里 深渊来了 可见 他们来上访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这也不是批评你们 只是想提醒你们 查案子 也是要讲究政治的 当前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事情 你们无论办什么案件 都要考虑到政治的问题 稳定的问题 这个抓不好 你们案子办的再有什么用 我也不多说了 人已经放了 上访的人也走了 你们也走吧 我也不留你们 在这里吃饭了 赵东方表现出一种 很为王俭和顿志强 惋惜的样子 说了这番话 句句把王俭和顿志强 两人批评得很厉害 他批评王俭 自然是理所当然 而批评顿志强 自然是有目的 想先给他施施压 到时候 想反而拿下他的时候 让顿志强心里有个准备 听到赵东方的话之后 顿志强还有些心里不服 就说道 赵主席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李正国确实是受贿的问题 他的家人来上访 完全是无理取闹 没想到顿志强 在他面前还敢辩驳 赵东方马上变了脸色 力声说道 你才当了几天的纪委书记啊 说起话来没情没重 我只不过说了你几句 你就受不了了 有王俭书记在这儿 没有你说话的份 我看你根本就不适合 圣任纪委书记这个职务 多说话 赵东方的架子大 威压也大 顿志强一看他发了火 就不敢再吱声了 否则 他真要是叫起真来 自己的纪委书记 真就不用干了 王俭在旁边 冷眼旁观 虽然对赵东方这样 批评自己不满 但对赵东方批评顿志强的话 倒是觉得也是对他的一个教训 这个顿志强确实在当了纪委书记之后 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有多大了 赵东方现在批评了他 估计也让他长长记性 在自己的领导面前 到底该怎么表现 赵主席 您的话我们都记下了 回去后 我们就落实您的指示 顿书记也是心急这事 多说了一些话 请赵主席不要生气 我们就回去了 王俭不声不吭的 就对赵东方说道 赵东方自然不能向王俭发火 毕竟王俭是县委书记 他左右不了王俭的命运 他可以不清不沉的批评王俭几句 但他不能向王俭发火 否则 王俭直接与他顶起来 他也没有办法 而顿志强就不一样了 他发几通火 如果顿志强敢反抗 他就会以顿志强不尊重领导为由 向市委领导建议罢免他 当然他现在也想利用顿志强 在他面前乱说话的事 来想法拿掉他 如果顿志强再敢顶嘴 那他就更有理由了 赵东方听了王俭的话之后 表情好了起来 看也不看顿志强 直接对王俭说道 那好 我也就不送你们了 也谢谢你们过来 向我汇报这个问题 王俭又连忙说道 赵主席您严重了 向您汇报这个问题是应当的 和赵东方说完话之后 王俭就和顿志强一起走了 两个人坐到一辆车上 王俭看了看 有些沮丧的顿志强 就说道 你看到没有 反腐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搞不好就会复杂起来 我们要想把反腐败工作搞好 不是凭一腔热血 就可以的 要有勇有谋才行 你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让人抓住把柄 工作就会很被动了 你看赵东方的样子 那分明是对你不满 当然了 他对我也是不满 你想一想 这样你是不是很被动 你想取得成绩的心情 是可以理解的 但要一步一步来 我支持你搞这件事 但你不要搞出什么麻烦才行 你说我现在到底是该怎么支持你 你搞成这个样子 别人还会把责任算到我的头上 说我没有控制好局面 你说我是不是很无奈呀 今后啊 我希望你能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不要再搞出这样的事来了 听了王俭苦口婆心的话 顿志强真是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当初王俭不能让调查的时候 他还不满意 现在出了问题 还不是王俭替他顶上 以后还真是要听从王俭的话 把纪俭的工作做好 绝对不能再擅自行动了 王首记 对不起了 给你添了麻烦 今后 我会严格按照你的指示去做的 顿志强答应道 听到顿志强这么一说 王俭也露出了笑容 说道 你也不要过分自责 我这个人 不看别人以前做了什么 而是看他今后会怎么做 只要你能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 把以后的工作做好 就行了 李正国的事 你就不要管了 免得让他们 又把矛头对向你 这件事 我安排检察院的人 直接介入 只要有证据 立刻拘留他 省得你们再向检察院移交 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听到王俭这样安排 顿志强只有表示感谢了 他这才觉得 不是他一个人 才想着反腐败 如果王俭当了纪委书记 一定会做的比他好得多 只是他作为县委书记 考虑的问题多 没有自己表现的激情罢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大纲司令 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治刚全拼1969 感谢您的收听 第554章 事情的复杂性 听了王俭的话 顿志强急忙表示同意 他知道 自己正在风口浪尖上 如果能将这个案子 转到检察院去办 也是一件好事 虽然没有自己亲自去办 但也算是 自己的一项成绩了 一切由王书记安排了 顿志强答应道 两人说完这些话 顿志强就说 要去薛鹏那里一趟 薛鹏给他打过电话 但没有给王俭打 所以他要去一趟 看着顿志强离去 王俭想了想 也驱车来到了市委大院 去找池国平 顿志强是先来到市委大院的 直接去了薛鹏那 薛鹏 见到他后 脸上非常严肃 显然 他对顿志强的表现 非常不满 怎么会因为一个案件 而搞得风风雨雨 小顿 人送到医院了没有啊 薛鹏先是问了一句 顿志强急忙说道 已经送到医院去了 我们派人去监护着他 薛鹏看了看他 缓了一下脸色 说道 小顿啊 你刚到西庭那边 一切要慎重行事 凡事多向王俭请示汇报 西庭那个地方 本来就很复杂 你去了之后不了解情况 不谦虚谨慎 肯定要栽跟头的 这次你搞得沸沸扬扬 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看你的笑话 我也是没有面子 你是我的秘书 你出了事 我能好看吗 在这件事上 我也不想多批评你了 你以后可是要小心 顿志强低着头 在那听薛鹏的训话 薛鹏说完后 他就表态道 薛书记 你放心吧 以后我会小心的 薛鹏这才点了点头 准备让顿志强回去后 就算了 但顿志强想了想 又说道 薛书记 你批评我 我接受 但我和王俭 去了赵东方那里 他也把我批评了一顿 而且批评的很厉害 说我根本不适合担任 纪委书记这样的职务 顿志强被赵东方批评后 心里一直很不高兴 来到薛鹏这之后 他还想着要不要告诉薛鹏 到了最后还是说了出来 赵东方批评你了 王俭当时在没在场啊 薛鹏很惊讶的问道 顿志强说 王俭当时在场 一开始 他把我们两个都批评了 但是很泛泛 我听了之后 争辩了一句 他就针对我 说我没有资格 在他面前说话 我想 他不过就是一个市政协主席 怎么就没有资格 在他面前说话了 难道 他批评的不对 我就不能说一句 顿志强一说完 薛鹏就陷入一种沉默的状态 他知道 顿志强为人有些居傲 说话呢 可能会冲撞了赵东方 但赵东方 打狗也要看主人呢 即使批评顿志强 也轮不到他批评 没想到 他的架子这么大 顿志强 居然没有资格 和他说话了 还说 不适合担任纪委书记 他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自己提拔的人 不适合担任纪委书记 他批评完你之后 王俭说了什么 薛鹏又问道 哦 王俭没有说什么话 赵东方说话 他就听着 但到最后 他替我向赵东方解释了一下 王俭这一点 做的还是比较厚道 顿志强对王俭当时的态度 还非常满意 自己对人家不怎么尊重 但人家还是帮自己说话 说来也是保护自己的下属 听了顿志强的话 薛鹏知道 赵东方是一直对王俭不满的 借机批评他是肯定的了 但顿志强与赵东方 是一点嫌隙也没有 他干嘛要单独批评顿志强呢 这里面到底有着什么原因 难道赵东方对自己有意见 想通过批评顿志强 来警示自己 越想越觉得有点想不通 自己作为纪委书记 难免会得罪一些人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把赵东方给得罪了呢 所以他就借着这事 通过批评顿志强 来给自己难看 如果真是这样 赵东方的心胸 实在是太狭隘了 难道自己无意中得罪了他 他也要记在心里吗 小敦 你今后一定要多向王俭学习 王俭和赵东方之间 有着那么多的恩怨 赵东方批评他 他都能听着 你怎么就沉不住气呢 让他抓住了机会 把你批评了一顿 搞得我倒不知该如何好了 听到你受到批评 我心里也不高兴啊 赵东方很可能是针对我的 你要明白这一点 薛鹏把话说给了顿志强听 让他好知道这里面的情况 顿志强倒是没有想到 赵东方批评他是针对薛鹏的 所以听了之后倒是有些惊讶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跟吴奇政走在一起了 否则那就是对薛鹏的背叛啊 薛书记 您什么时候把赵东方得罪了 顿志强问了一句 薛鹏有些无奈的说道 我告诉你吧 当了纪委书记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人得罪了 我这么小心都会得罪到人 你在西庭搞那么大的动作 要是不得罪人 那才怪呢 你想做工作的心情是好的 但也要注意到保护自己 目前来说 保护你自己的最好办法 就是跟在王俭后面 听从王俭的招呼 有王俭保护着你 你面临的压力就少了一些 我听说 你在那边王俭的话 你也不大听 还跟吴奇政搞在了一起 有没有这回事 顿志强一听到薛鹏问到这件事 他连忙否认道 薛书记 没 没有这回事 我和王俭的关系很好的 吴奇政那边 我只是接触一下 没有深交 看到顿志强的样子 薛鹏就知道 他在政治上还是不很成熟 就说道 你做官跟做人一样 立场要坚定 不要搞首属两端的事 否则 两边都不讨好 你在那边 王俭就是你唯一的依靠 关键的时候 他的支持 比我还重要 如果这次 有人想把你拿掉 也是有机会的 而我 作为你在当我秘书时的领导 还不能多说什么 但王俭就可以帮你说话 他想坚决留你 保住你 起到的作用就很大 你要明白这一点 没有一把手的支持 你在西庭 是待不久的 薛鹏把其中的厉害关系 向顿志强讲了一遍 顿志强听了之后 感觉后背出了一丝冷汗 他还没有意识到 有人会借着这次机会 会把自己拿掉 也没有意识到 王俭会起到的作用 听到这里 他的心里 就有些受到震动 薛书记 我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了 今后一定和王俭处理好关系 顿志强答应道 薛鹏感觉和他说的不少了 想了想 就让他回去了 自己再考虑一下 赵东方与自己的关系问题 看赵东方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如果有 该怎么办 咱再说说王俭这边 王俭进了市委大院之后 就来到了池郭平的办公室 看到王俭来到 池郭平就知道是什么事了 笑着问道 王俭啊 是不是因为上访的事过来找我 王俭也笑道 池大哥 真是神机妙算呀 郭主任和赵东方都打电话给我了 就池大哥你没打 我就过来看一看 看池大哥有什么指示没有 池郭平听到王俭的话之后 先让王俭坐下 然后说道 我不想给你施加什么压力 这种上访的事情经常发生 但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却很少 不过你也不要在意 这件事与你无关嘛 纪委的人办案不小心 把当事人的家属惹恼了 这责任主要在于他们 你是县委书记 不可能面面俱到 所以我就没打电话给你 王俭连忙表示感谢 感谢池郭平对他的理解 然后接着说 实话跟您说吧 池大哥 薛鹏那个秘书顿志强 到我们县当了纪委书记以后 骄傲得很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说他 谁的话他都不听 认死理 我早就警告过他了 办案要讲究点方式方法 可是他就是不听 我没有办法 放手让他办吧 结果还搞出了这样的事情 现在还得我给他擦屁股 池郭平也对顿志强办案 出现问题不大满意 听了王俭的话后 他就说道 这么说来 他不大听你的话呀 要不要借这次机会 把他换掉 王俭说 我倒没有换掉他的意思 这个人有点冲劲 如果驾驭好了 倒是一员干将 现在出了这次事之后 我看呢 他就老实了许多 而且我还感觉 这次事件 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我怀疑 有人在幕后操纵 这也是 我不想换掉 顿志强的原因之一 如果换掉他 说不定 就中了某些人的计了 这话倒是新鲜 池郭平就问道 你觉得 是谁在幕后 操纵这件事情 王俭虽然怀疑谢方帝 但又不敢确定是他 总感觉 可能是顿志强 不计后果的反腐方式 得罪了西亭县官场 所以 有人就想着 专门告他 想把他搞走 就跟当初 有人想把自己搞走一样 但具体到 是谁 就很难判定了 所以王俭 也没有办法 具体指出是谁 我现在怀疑的对象 主要是我们县的 副县长谢方帝 但我也不敢肯定是他 但他的嫌疑最大 因为 在这件事上 赵东方表现得也很积极 而谢方帝 与赵东方的关系 就不用说了 这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牵连 确实是让人怀疑的 王俭把心头的想法 说了出来 池国平听了王俭的话之后 沉思了片刻 如果真像王俭说的那样 那这件事 还真有些复杂 赵东方已经答应他 不再插手一些事情了 难道 赵东方在这件事上 要食言 不过 这都是王俭的猜测 到底 是不是这样呢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大纲司令 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治刚全拼 1969 感谢您的收听 第555章 相互操作 上回我们讲到 王俭来到市委 找池国平 两人在分析 顿志强的事 池国平沉思了片刻 如果真像王俭说的那样 那这件事 还真有些复杂了 赵东方已经答应他 不再插手一些事情了 难道赵东方 在这件事上 要食言 不过 这都是王俭的猜测 到底 是不是这样呢 一个小小的顿志强 不至于受到赵东方的关注 如果他就是想针对顿志强 目的 也是针对你的 我看 你和顿志强之间 未必有值得他关注的地方 既然愿意让顿志强 继续在西亭干 我也不干涉 不过 今后千万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池国平对王俭说道 王俭答应道 这个我会的 顿志强受过这次挫折 估计会听从我的意见的 池国平点了点头 又说道 你们现最近有些不太平了 对你的形象很不好 你要让顿志强听话一些 不要再弄出什么动静来 否则 对你下一步的发展不利 这倒是王俭感受到的 自己现在没有同意把顿志强拿下来 也是对他不错了 但愿他以后能乖乖的听自己的话 但是如果他再不听 怎么办 这样一想 王俭心里还是紧了一下 为了能让顿志强彻底服软 还是要想个办法 让他老老实实的跟在自己后面 想到这里 王俭说道 池大哥 顿志强这个人呢 有些桀骜不逊 要不我们唱一个双簧怎么样 池郭平不知道王俭想要干什么 就问道 唱什么双簧 王俭说 顿志强这次虽然受了一点教训 但他不一定能真正认识到 自己错误的严重性 而且对我也不一定会感恩戴德 我看不如做出 要拿掉他的样子 然后市委在征求我的意见 由我来保他 这样一来 他才能真正的感激我 保证听从我的话 不再擅自搞一些事情了 池大哥 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听了王俭的话 池郭平仔细一想 这一招倒是很好 他只要和林泽宇打个招呼 让他提出一个建议 然后交到自己这里 把这个风放出去 顿志强必然很紧张 到时候不但可以让王俭为他说话 就是薛鹏恐怕也会跳出来说话 这样一来 他倒是还能给薛鹏一个人情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关键是林泽宇 会不会配合自己 搞这个事情呢 不错 主意挺好 你让我再仔细想一想 怎么实施 到时候 我会通知你来谈话 你给顿志强说说好话 池郭平决定道 看到池郭平同意这样做了 王俭想了想 就和他告辞了 出了市委大院 就回到家中看一看 有好几天 没到家里看一看了 谢联冰打了几次电话 今天正好借机 回家一趟 咱们话说李正国 李正国的老婆 离开市委大院不久 就得知李正国出来了 而且又送入了县医院疗伤 这让他很激动 没想到上访真起到作用了 看来有些时候 还是要闹一闹 领导才能重视 否则李正国现在 一定是死定了 李正国的老婆 第一时间就与谢方帝 进行了联系 谢方帝听说 李正国从县纪委里面出来了 心里也输了一口气 可以说 李正国多待在县纪委一天 对他的威胁就越大 现在必须借机 将顿志强拿掉 于是谢方帝就和吴奇政联系 然后又去找赵东方 赵东方此时已经想好该怎么做了 听了他们两个人的话 什么也没说 让他们回去等着就行了 到了晚上 赵东方主动约林泽宇吃饭 林泽宇上次受了赵东方的情 这次当然不能不赏脸去吃饭了 所以一见面 两人还是如同多年的老朋友见面 看上去非常融洽 赵东方坐在一家比较高档一点的大酒店里 喝了一口刚刚泡好的茶 说道 则宇 你听说有人到市委大院上访 状告西庭县纪委书记 顿志强的事没有啊 林泽宇此时也正喝着茶 听到后抬起头来说道 是不是那天到市委大院 喊冤的那伙人 赵东方说 不错 就是他们 他们不但到市委大院上访了 而且还到了市人大市政协 都去上访了 说顿志强在西庭县非法办案的问题 影响很大呀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林泽宇不解的说道 我能有什么想法呀 他们告的是顿志强 我乐得 冷眼旁观 赵东方呵呵一笑 则宇啊 你是组织部长 听到这些事 怎么能没有一点想法呢 做组织工作和做纪件工作 要一样才是 都需要耳聪目鸣 这些信息 对你做好组织工作 也有帮助啊 虽然林泽宇 对赵东方 这样对自己进行说教 有些反感 但听上去 赵东方的话 也有些道理 就问道 怎么说 赵主席 赵东方说道 顿志强 作为刚刚提拔的纪委书记 刚到西厅 就被人上告 你们组织部门 在考察的时候 有没有考察仔细 现在出了问题 你们组织部门 是不是要吸取一定的教训呀 听到赵东方的话之后 林泽宇就有些愣 难道今天 赵东方找自己 就是为了说这件事 来敲打自己的 看到林泽宇的样子 赵东方忙说道 泽宇啊 你不要误会 我这么说 不是要指责你们组织部 而是举一个例子 说明一下 只要与干部有关的情况 都可能与组织部门 发生联系 让你嗅觉灵敏一点而已 顿志强能当上纪委书记 就是薛鹏在支持他 出了问题 他要负责任 我之所以这么说 而是提醒你 机会来了 林泽宇更是一愣 问道 赵主席 你有话直说 到底是什么机会来了 赵东方说 顿志强这次有人告他 搞得满城风雨 直国平和郭信锋等人 都不大高兴 他和王俭 到我这里来之后 我还借机批评了他 我的目的 就是让他主动辞职不干 然后找一个属于你的人 去接任纪委书记 也算是帮吴奇正一把 你愿意不愿意 嘿 搞了半天 原来是这个意思 林泽宇终于明白过来 说道 那不知顿志强主动辞职了没有 赵东方说 他怎么可能主动辞职 我看 还是由你来提建议 向池国平提建议 说不定 他也对顿志强很不满 你在山山峰点点火 我估计 他说不定 就会听你的意见 把顿志强拿掉 然后 你借机 提拔你们组织部的一个人 这样一来 不是对你很有利吗 赵东方 一步一步 引着林泽宇 朝着拿掉顿志强的路上走 说到最后 林泽宇也不禁动心了 他知道 赵东方 不可能完全为了他 显然 他的目的是想让自己提拔的人 去支持吴奇政 看来 赵东方还真是想着法子 帮助他的女婿呀 林泽宇想了想便说道 我们组织部门的人 下去当纪委书记 要是池国平不同意 怎么办 赵东方说 你可以去和薛鹏交换吗 薛鹏要想提拔纪委的人 还不是要求着你 如果他都同意 让组织部门的人 下去当纪委书记 池国平还会说什么 再说了 一个小小的县纪委书记 池国平不会看在眼里 你大胆去操作就是了 林泽宇又好好地想了一下 觉得这样去试一下也行 至于被提拔的人 以后会不会跟着吴奇政一起走 那就不管了 这个赵东方看来 也只是聪明一时 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 完全没有把握 保证自己的人会支持吴奇政吗 以为赵东方会再说一说 物色的人提拔以后 要支持吴奇政的事 但说完这些事之后 赵东方并没有再提 还真让林泽宇有些不解 赵东方不说 林泽宇当然也不会提 他也不想让吴奇政 在西庭当得顺心 让赵东方始终把心放在那里 其他的事情 也许他就会少干涉一些了 那好 那我回去考虑一下 看看怎么个操作法 林泽宇说道 赵东方说 哎 这个当然 你要考虑好 才能去实行嘛 林泽宇就笑着答应了 而赵东方心里也在偷着乐 他感觉 林泽宇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目的 是在于拿掉顿志强 而不是为了给吴奇政再找一个帮手 当然 如果能成为吴奇政的帮手 他当然也是很高兴了 两人说完话 就分了手 顿志强和薛鹏两人 此时还一无所知 薛鹏以为 事情差不多就会过去了 赵东方批评顿志强 可能是为了针对他 但他也不怕赵东方 以后防着点就是了 因此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而且他现在掌握纪检大权 如果赵东方真的对他不利 他也是有反击的手段的 顿志强回到西庭县以后 变得比较沉默了 不再敢应来 李正国那里 他也没有再去逼迫 暂时老实了一些 王检打电话给他 感觉他的情绪还是很低落 虽然他现在比较佩服王检了 但是表现出来的态度 还是不像杨春风那些人 那样毕恭毕敬 看来 这个人只是一时听王检的话 等这个风头一过 说不定还会张扬起来 感觉到这种情况后 王检觉得还是得用那一招 让顿志强彻底感激自己才行 否则他就像一根充满荆棘的饼杖 用起来很不顺手 只是现在 持国平那边还没有动静 也许他正在考虑 怎么操作这个事情 既然这样 自己也不用急 就等着持国平出招 自己去为顿志强 说情就是了 林泽宇回去之后 仔细的想了想 很快就想出一个法子 然后就想好说辞 来到持国平的办公室 来操作这个事情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大纲司令 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治刚全拼1969 感谢您的收听 上次我们讲到 赵东方主动约林泽宇吃饭 建议把顿志强拿掉 然后借机提拔组织部的一个人 担任西庭县的纪委书记 林泽宇就答应了 回去之后 仔细的想了想 很快就想出一个法子 然后就想好说辞 来到持国平的办公室 来操作这个事情 林泽宇一边想着事情 一边就来到持国平的办公室 持国平此时 正坐在办公室里 在王俭走了之后 他也想着 如何去完成王俭的计划 但迟迟没有想好 如何向林泽宇说这个事情 毕竟他要是说了 薛鹏那知道后 肯定不高兴 而且就在王俭走了之后不久 薛鹏还过来向他说明了这个事情 并且在谈话中提到赵东方批评顿志强的事 那意思显然是对赵东方不满 如果持国平主动提出拿掉顿志强的意见 薛鹏肯定会认为他与赵东方之间有什么交易 却来牺牺牺牲他的人 因此持国平不好再直接安排林泽宇这事了 毕竟林泽宇也不是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人 如果他向薛鹏说起这件事 那必然会导致薛鹏对自己不满了 这样一来 持国平倒是把这件事情暂时放下了 他可不知道林泽宇会听从赵东方的话 正想着做这件事呢 真是天赐了一个良机 看到林泽宇进来 持国平就马上请他坐下 林泽宇坐下来之后 想了一想就说道 持书记 上次有人上访 状告西亭县的纪委书记顿志强 造成的影响可不小啊 我们组织部门知道后 对此也是很重视 郭主任和赵主席都给予了关注 我在考虑顿志强 是不是不适合担任纪委书记的职务 过来向你请示一下 如果持书记有什么指示 我们组织部门照办 没想到林泽宇会主动向他说起这件事 持国平的眼睛就是一亮 抬起头说道 这个顿志强的确不成样子 办一个小案子就搞得当事人来上访 弄得满城风雨 当时啊我也是气得不轻 你现在又提到这件事 我也在担忧他会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听到持国平这样一说 林泽宇心里一下子有数了 觉得持国平对顿志强也不满 既然如此 何不建议调整顿志强的职务 顿志强办事不利 要不我们将他的职务调整一下 林泽宇试着问道 持国平不经意的看了他一眼 说道 顿志强原来是薛书记的秘书 如果要调整顿志强的职务 必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林泽宇马上说道 啊 这件事我会和他去说 我们组织部会选拔一个 更能胜任这个职务的人 持国平不动声色 说道 我现在没有意见 你可以去和薛书记说一说这件事 看他是什么意见 然后我们再说 林泽宇说 那好 我去联系他 我想 如果顿志强不能胜任 纪委书记这个职务 即使是薛书记 也不会极力维护他的 持国平笑了一下 说道 那你去和薛书记商量一下再说吧 林泽宇答应后 就离开了持国平的办公室 持国平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心里在盘算着 林泽宇 为什么突然要提出这个问题 难道 他有着什么样的目的 或许 是想借机 提拔人 持国平想来想去 就觉得林泽宇 今天的表现很奇怪 按理说 顿志强即使不能胜任 组织部门 也不会在自己 没有提出要求的时候 提起这个问题 因为 这毕竟是一件 得罪人的事情 主要领导 主要领导没有发话 其他人 多说什么话呢 不过正好 可以借着他的手 去完成 王俭提出的计划 想到这里 他就打电话 把这件事 告诉了王俭 王俭知道之后 也是很奇怪 他以为 持国平会 直接安排林泽宇 去办这件事 共同来做这个局 没想到 居然是林泽宇 主动钻进了这个局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可不管怎么样 林泽宇的参与 让他的计划 有了更加真实的一面 王俭接完 持国平的电话之后 立刻打电话 给顿志强 让他到他的办公室一趟 把情况告诉他一声 好让他产生一种危机感 然后再由自己出面 保他 顿志强不知道 王俭找他什么事 就来到了王俭的办公室 见到王俭后 就问道 王书记 你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 王俭脸色很严肃的 坐在那里 对他说道 顿书记 我刚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 有人想把你的纪委书记 给免掉 听到王俭的话之后 顿志强立刻就愣住了 问道 王书记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王俭还是非常严肃的说道 我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 有人想调整你的职务 不让你在西庭县干了 这一次顿志强听清楚了 马上说道 是谁 是谁想调整我的职务 我要找他说理去 看到顿志强这么沉不住气 王俭真想把他调整掉了事 但调整掉他 不知又换了一个什么人 既然已经计划如此了 就暂时不要再改变主意了 就说道 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 是市委领导要免掉你 你也去找他们说理去 你这样做干部 早晚要让人家给弄掉 你说我是保你 还是不保你 王俭这次是毫不客气的批评了他一顿 否则老虎不发威 总认为他是病猫 顿志强看到 王俭在他面前第一次发了火 而且现在 自己也面临被调整的命运 所以就低下头问了一句 王首记 对不起了 我也不是沉不住气 而是生气 我这么努力工作 还有人想调整我的工作 王俭看向他 说道 你以为努力工作就行了 扫大街的工作也很努力 能当上你这个职务不 作为纪委书记 有你自己的定位 什么时候也不能越了位 办错了事 否则你越努力 犯的错就越大 你的事情 刚才是池书记打电话给我的 说组织部林部长提出对你的意见 认为你不适合担任纪委书记的职务 想征求我的意见 我说 我考虑一下 到时候会形成一份正式的意见 上交市委组织部 我接完电话就把你找来了 和你商量这事 我想你刚到这里来 这么快就给人家弹劾走了 那你以后的仕途 肯定就会受到影响了 所以我把你叫过来 看看你是什么意见 你如果想继续待在这里干 就绝对服从县委的命令 听从我的指挥 把事情办好 如果你不愿意再待在这里干了 我也不阻拦你 你可以另谋高就 我这个人呢 就是开诚布公 你觉得怎么样 王俭这次是彻底要把顿志强收服 否则 以后他再不听自己的意见 就会把事情搞坏 所以把话说得很直接 就看顿志强 是什么态度了 如果愿意待在这里 就要听他的话 如果不愿意待在这里 那对不起 请另谋高就 就是这么一回事 顿志强脸上紧绷起来 沉默了 没想到 这件事是市委书记 亲自给王俭打来了电话 而且是市委组织部长林泽宇 提出了对他的意见 他们两个人 要是想调整自己的职务 即使是有薛鹏的支持 岂不是也没有用 不过还好 池国平还知道 征求王俭的意见 如果王俭也同意 对自己的调整 那自己就是真的完了 好不容易下来 弄个纪委书记 如果再被调整了 那肯定不会调整到 什么好的职位 以后的仕途 不说是终止了 但肯定是会受到影响了 王俭多次给自己提出要求 而自己呢 却一直没当回事 现在没想到 王俭没有落井下石 还给自己一个机会 这也是莫大的恩德了 只是这件事发生的很突然 必须去问一下薛书记才行 不过现在还是先表好态 不要让王俭同意了市委组织部的意见 顿志强想了一会儿 说道 王书记 我今后一定听县委和您的指挥 绝对不会再擅自行动了 如果王书记认为 我还能在这里干工作的话 就请王书记支持我一下 我一定感激不尽 听到顿志强如此一说 王俭缓缓了一口气 说道 既然你还愿意在这里干 那我就支持你 相信市委会听从我的意见的 否则也不会打电话给我了 当然了 薛书记那边你也要去一下 争取他的支持 我们共同努力帮你度过这次危机 没想到王俭还指导着他去找薛鹏 这说明王俭是真心想帮他的 顿志强非常感动 就主动向王俭表示道歉 说自己过去不够尊重领导 请王俭原谅 王俭笑了笑就没当回事 让他以后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就行了 和王俭说完话之后 顿志强着急的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打电话给薛鹏 薛鹏接了一下电话 就说道 等会儿你再打过来 顿志强不知道薛鹏有什么事 所以就把电话挂了 他现在虽然感谢王俭支持他 但他现在的期望还是主要放在薛鹏身上 毕竟薛鹏是市委常委 是他最亲密的领导 而此时薛鹏正在和林泽宇谈着话 林泽宇在离开持国平的办公室之后 就直接来到了薛鹏的办公室 薛鹏当时正在办公室里浇着花 看到林泽宇来找他 还感到非常奇怪 不过组织部长来访 说什么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不会是有什么提拔任务 专门来找他的吧 市纪委里面有一些人需要晋升级别 没有林泽宇的支持是不行的 而且林泽宇也是四盟的地方实力派 怎么说也要对林泽宇表示欢迎的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大纲司令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治刚全拼1969 感谢您的收听 第557章 顿志强被折服了 上回我们讲到顿志强被王俭叫到办公室 谈完话 就急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打电话给薛鹏 薛鹏接了一下电话 就说道 等会儿 你再打过来 而此时 薛鹏正在和林泽宇谈着话 林泽宇在离开池国平的办公室之后 就直接来到了薛鹏的办公室 薛鹏当时正在办公室里浇着花 看到林泽宇来找他 还感到非常奇怪 不过组织部长来访 说什么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不会是有什么提拔任务 专门来找到他的吧 世纪委里面 有一些人需要晋升级别 没有林泽宇的支持是不行的 而且林泽宇也是四盟的地方实力派 怎么说 也要对林泽宇表示欢迎 哎呦 林部长 西克快请进 薛鹏笑着 对林泽宇说道 林泽宇笑着就走了进来 进来之后也不客气 直接走到沙发旁就坐了下来 看向薛鹏 说道 薛书记 今天过来和你商议一个事情 薛鹏笑着说道 林部长有什么事情就说吧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找到我们纪委了 林泽宇笑道 还真有一个好事 还真有一个好事 你们纪委不是有几名需要提拔的干部吗 还没有通过审批 我想是时候给你们解决了 所以过来向薛书记汇报一下 薛鹏听了之后 立刻高兴的说道 那真是好事啊 林部长 你这么主动过来说这事 我怎么向你表示感谢呢 林泽宇马上说道 你不用感谢我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和你说呢 你要有心理准备 一听到林泽宇这样说 薛鹏就感觉 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就问道 林部长你说 你们组织部又不是我们纪委 再不好的事情也坏不到哪里去 你就直接说吧 林泽宇笑了一下 说道 那我可就说了 刚才我刚从池书记那里出来 就是有关顿志强的事 顿志强在西庭县那边担任纪委书记 办起案子 弄得当事人四处上访 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破坏了社会稳定 郭主任和赵主席知道后 对他也很不满 我就去和池书记商议了一下 觉得需要调整一下顿志强的职务 池书记让我过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这样定了 薛鹏没有想到 林泽宇来了之后 居然是为了这事 而为了能让自己同意这件事 还专门给自己送来了大礼 人家如此厚意 而且顿志强在一些事情上 确实也是没有做好 如果自己反对的话 那就是不识实误了 自己曾经作为顿志强的老领导 如果不同意 让别人知道 还认为自己是在包庇顿志强 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轻欲 不过 如果就这么同意了林泽宇的意见 又显得自己太懦弱了 所以 就先没有直接同意林泽宇的意见 而是问道 池书记是什么意见 林泽宇说 池书记的意思是先征求你的意见 不过 他对顿志强也是表示不满的 这么说来 池国平是在给他的面子 没有自己先表态 薛鹏这样想了之后 又问道 西庭县委是什么意见 林泽宇没有想到 去征求西庭县委的意见 而且池国平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 因此就说道 这件事就不需要征求西庭县委了吧 我们现在是调整干部 又不是在推荐干部 薛鹏马上说道 虽然是调整 但是现在调整的是西庭县的干部 如果不征求一下西庭县委的意见 恐怕王检会有意见的 既然要调整小顿的植物了 还是做得仔细一点好 你说是吧 林部长 从薛鹏的话语之中 林泽宇也感受到了 他不大同意对顿志强的调整 但又不好直接说出来 所以才找出这么多的理由 但现在他决心要把顿志强换掉 也就不管那么多了 直接让薛鹏表态就是了 正当林泽宇让薛鹏表态的时候 正好顿志强打电话进来了 薛鹏看了一眼 接了一下 又让他等会儿再打过来 林泽宇不知道是谁打给薛鹏的电话 等打完之后就说道 那好吧 我回去后再去征求王检的意见 薛书记 您是什么意见就直接说吧 薛鹏静静的说道 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我也不会护着顿志强 同意对他的调整 另外还请林部长 把我们纪委的事情顺便给解决了 听到薛鹏没有意见 林泽宇马上高兴的说道 这个没有问题 林泽宇就高兴的从薛鹏那里走了 等林泽宇走了之后 薛鹏也没有等顿志强打回电话来 就急忙直接打了过去 顿志强接了之后 他就说道 小顿 你赶快去找王检 林泽宇要调整你的职务 现在只有他才能帮你说话了 没想到开口就是说到这件事情 顿志强一下子有些懵了 他说道 哎呦 薛书记 我打电话正想和你说这事呢 王检刚才告诉我 室里要调整我的职务 我还有些不相信 所以就打电话给您 没想到是真的 薛鹏听了也是一惊 他没想到 王检这么快就知道这件事了 看来一定是持国平打电话给他了 想来也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还是持国平做的周到啊 林泽宇就有些自以为是了 想到这里 薛鹏问道 王检怎么跟你说的 顿志强说 哎 他说持书记打电话给他 征求他对调整我的意见 他没有立刻表态 就把我叫了过去 问我是什么意思 还想不想在这里干 如果想干 就听从他的指挥 然后他向市委要求把我留下来 不同意调整 我就说愿意留下来继续在西庭工作 说的就是这些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您了 薛鹏听了之后说道 你做的不错 如果你要是有所犹豫 估计他就会同意调整你了 你现在立刻再去找他 林泽宇也要马上征求王检的意见 不能再出现什么漏洞 让王检坚决支持你在西庭干 只要他坚决要你 林泽宇也没有什么办法 顿志强没有想到这么着急 就连忙答应道 我马上就去 薛书记 林泽宇难道真的要调整我 他难道一点面子也不给你 薛鹏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面子问题 就批评他道 我早就跟你说过 王检的话比我的话还管用 林泽宇要调整你 而且也有一定的理由 你让我怎么说 县官不如县管 这个道理你还不懂 你抓紧去找他 把顿志强批评了一顿 顿志强才知道薛鹏都没法保他 看来还只有王检能帮他的忙了 于是就急忙又去找王检 王检见他慌慌的样子 完全不像刚才过来找自己的状态 因此就问道 哎呦 怎么了 顿书记 怎么这着急忙慌的 顿志强气喘吁吁的说 王书记 我打电话给薛书记了 薛书记让我过来找你 说林泽宇马上要征求你的意见 让我过来和你说一下 没想到是这种情况 王检笑了一下说 林泽宇还没有打电话给我 你不用着急 如果他打电话给我 我会帮你说话的 听到王检这样说 顿志强心情好了一点 但他的心里 其实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王检的话 真的那么管用吗 如果林泽宇坚持要调整他呢 顿志强就坐在王检的办公室里 恢复一下心情 然后想等着林泽宇打来电话 但过了好一阵 也没有打来 他就有些急躁的说道 王书记 你说林泽宇还会不会征求你的意见 王检看了他一眼 说道 他不征求就不征求了 我又没有求着他征求 池书记都征求我的意见了 你还担心他干啥 顿志强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 说道 我不是担心他不来征求你的意见 而是担心他不听你的意见 直接把我给调整了 我现在可是想留在这里 跟着王书记你干呢 王检不禁冷笑了一下 觉得顿志强还是对他没有信心 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能量 所以就说道 老顿啊老顿 我看你也是一个精明的人 可是一遇到事情 就是手足无措了 池书记能打电话给我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件事还是池书记做主 不是林泽宇做主 否则他就会直接安排林泽宇 打电话来走个形式 然后就把你调整了 现在他没有这样做 这里面的意思你还不懂吗 没有池书记的点头 林泽宇能调整的动你 我的意见重要也不重要 就看领导怎么看待我的意见 池书记重视我的意见 自然调整不了你 池书记不重视我的意见 那自然是非调整你不可 林泽宇又能怎么样 你以为他想调整谁 就能调整谁的 听到王俭这么大气的一说 虽然让王俭说得很不舒服 但也只有拜服了 王俭能让池国平听从他的意见 这就是本事 这就是能量 即使林泽宇不征求他的意见 一到池国平那里 恐怕也要被搁置了 池书记 我算是明白了 无论是谁 只要您想用我 别人就没办法动我 林泽宇虽然想把我搞掉 也没那么容易 王书记 我对您只有佩服了 顿志强非常折服的说道 王俭笑了笑说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但在西亭县这块地方上 还是能做一点主的 我能留住人 也能赶走人 只是我一般不会那么做 大家都是同僚嘛 就是要相互支持 相互合作 共同进步 你也看到了 我们西亭县 在上次的调整中 提拔了不少的干部 这都是大家相互合作 共同努力的结果 相反 如果有人不合作 不配合 暗中捣乱 工作做不好 还想着提拔 那就是奢想了 顿书记 这个道理 你应当看得很清楚吧 王俭在言笑中 既拉拢了顿志强 同时也警告了他 原来自以为 有着薛鹏的支持 可以不把王俭放在眼里 现在看来完全错了 没有王俭的支持 不但得不到提拔 甚至连位子 也保不住 马贵松和谢方帝 迟迟没有得到提拔 不都是栗子吗 顿志强 深深地点了点头 完全臣服了王俭 他知道 这一次 不仅自己 无法保住自己 而且薛鹏 似乎也无计可施了 只有王俭 才能让自己 保住现有的位子 今后 无论如何 也不能不听 王俭的安排 和指示了 王首记 如果有人 敢暗中捣乱 我一定绝不同意 坚决维护 我县的发展大局 顿志强 态度很高的 表态道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大纲司令 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治刚全拼 1969 感谢您的收听 第558章 保住顿志强 上一章我们说到 顿志强和自己的老领导 市纪委书记薛鹏 通完电话后 又来到王俭的办公室表态 想要一颗定心丸 王俭在言笑中 既拉拢了顿志强 同时也警告了他 原来自以为 有着薛鹏的支持 可以不把王俭 放在眼里 现在看来 完全错了 没有王俭的支持 不但得不到提拔 甚至连位子 也保不住 马贵松和谢方帝 迟迟没有得到提拔 不都是例子吗 顿志强 深深地点了点头 完全臣服了王俭 他知道 这一次 不仅自己无法保住自己 而且薛鹏 似乎也无计可施了 只有王俭 才能让自己 保住现有的位子 今后 无论如何 也不能不听 王俭的安排和指示了 王书记 如果有人暗中捣乱 我一定绝不同意 坚决维护 我县的发展大局 顿志强 态度很高的表态道 王俭 微笑起来 他感觉 终于让顿志强明白 一把手 是不能得罪的 一把手的话 是必须听的 一把手 是可以决定 他的命运的 只有在一把手的领导下 工作 才能开展起来 他这么做 不是说 他权力欲强 不讲民主 而是现实的需要 西庭县 现在是百废待兴 如果县委县政府的班子 再相互扯皮 县委没有一点权威 还能做什么事情 如果各个常委之间 都在勾心斗角 各谋各的私利 不能完全按照王俭的要求去做 怎么可能形成集中的力量 把工作做好 在非常时期 就是需要一点铁腕 需要一点权威 要有一点强人的味道 顿志强 没有等到林泽宇 打电话给王俭 就走了 他总不能老是 待在王俭的办公室里 回去后 就等着消息了 林泽宇 还没有把征求王俭的意见 当回事 说什么 这也是市里领导的安排 王俭作为县级领导 哪有资格去干涉这样的事 所以过了好几天 他感觉自己安排的差不多了 才打电话给王俭 王俭接到林泽宇的电话后 林泽宇就对他说道 王俭 你们县班子要动一下 顿志强 就不能再待在西亭干了 你没有什么意见吧 听了林泽宇的话之后 王俭 装作很惊讶的样子 说道 顿书记 在我们县干得非常不错 为什么 要调整他的职务 林泽宇说 顿志强办案不利 是领导非常不满意 也不高兴 他已经不适合再待在 纪委书记的岗位上了 所以要将他换掉 王俭正色的说道 林部长 顿书记在我们这里干得挺好 而且他刚来不久 出一点小事情 也是狭不掩瑜 我们不能因为当事人上访 就把他的职务免掉 你说是不是 林部长 还真没想到 王俭会不同意这样的调整 林泽宇有些不高兴了 说道 对他的调整 是经过市委领导同意的 你就不要再有什么意见了 王俭说道 顿书记听说市委要调整他 就过来找我 我作为班长 对自己的班子成员 遇到这种事情 不能不说几句公道话 如果林部长 非要调整他的话 我只好以县委的名义 向池书记提出意见 请他收回成命 林泽宇一下子愣住了 他找过这个 找过那个 却没有把王俭的工作做好 真是疏忽了 现在王俭就摆出一种 坚决不同意 调整顿志强的架势 让他还真感到有些为难 虽然王俭不能决定 顿志强调整不调整 可是王俭的意见 却是需要参考的 他要去找池郭平 坚持这个要求 那他怎么办 王书记 市委调整他的决心以下 你就不要反对了 以后你们县里提拔 重用的机会还多着呢 林泽宇开始利诱了 王俭笑道 我觉得组织工作 不能这么随便 刚刚任命完 又把人调整掉 如果传出去 别人还以为 是我把顿志强弄走了 到时候 我就是背了一个大黑锅呀 如果林部长 真想调整他 那就 请再等个一年半载 也让顿志强 这个纪委书记 寿命长一些 行不行 要是再等个一年半载 那还用得着这么着急 来调整顿志强吗 林泽宇赶到 王俭就是不想同意 调整顿志强 这还真是奇怪了 还没有哪个县委书记 会如此护着自己的班子成员 连薛鹏都没有说什么话 他这是操着哪门子的心呢 王俭 市委现在必须调整顿志强 就这样说定了 我们只是征求你的意见 既然你不同意 我们也没有办法 挂了 林泽宇说完 挂断了电话 王俭冷笑了一声 也挂断了电话 然后 他就给池郭平去了电话 池郭平接到王俭的电话后 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林泽宇肯定会来找自己 说这件事情的 到时候 就拿王俭的意见 作为一个重要因素 来否决林泽宇的建议 果然 林泽宇挂断电话后 就在办公室里想了一下 心里头还是有些郁闷 没想到 王俭会这么力挺顿志强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 他知道赵东方不喜欢顿志强 而他与赵东方又有矛盾 所以 就以此与赵东方相抗衡 这么一想 林泽宇觉得 还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除此之外 真没有其他的理由 让王俭如此支持顿志强了 毕竟顿志强去西庭不久 两个人之间 不可能建立什么非常紧密的关系 想到这里 林泽宇就觉得这件事 真的非常复杂 本来想借机安插自己的人马 却是万万没有料到 还有这一层内容 现在怎么办 只有去找池郭平 池郭平 汇报这件事 如果池郭平坚决要调整顿志强 十个王检 也没有用 林泽宇就有些心事重重的来到池郭平的办公室 池郭平看到他来后 就知道什么事了 林泽宇走进办公室后就说道 池书记 关于调整顿志强的事 我已经征求过薛书记的意见了 他没有什么意见 你看怎么办 顿志强想打擦边球 试探着想回避王检的意见 池郭平见他没有提王检的意见 就问他 你征求过王检的意见没有 没料到池郭平会这样问 但林泽宇也只能实话实说了 哦 征求过了 他是不大同意 但我想他是县里的人员 调整顿志强的事 他的意见并不重要 池郭平坐在那里 平静的看着林泽宇 说道 王检专门打电话给我 说起顿志强的事 他说 虽然顿志强办案 导致当事人上了访 但这件事的背后 还有内容 在还没有调查清楚情况之前 不应当调整顿志强 否则 有可能上了别人的当 在此之前 我还没有意识到 会有这种情况 但经过王检同志的分析 觉得这事 确实 有蹊跷 事情 一下子发生了重大变化 连林泽宇 也有些惊讶了 说道 池习书记 这件事还有什么蹊跷之处的 池郭平说道 当事人多次与西庭县纪委的人纠缠 试图队 试图阻止对李正国的调查 其胆子之大 很让人怀疑 正常情况 有伪计 嫌疑人的家属 不可能这般胡闹 而他们能这般胡闹 显然是有人在背后 撑腰指脸 要不然 他们怎么能知道 同时要去试人大 试政协去上访 而且 导致郭信封和赵东方 都关注了此事 我无意中又看到了这一幕 这件事情才大了起来 我还听王检说 赵东方直接批评了顿志强 这一系列情况表明 有人在故意针对顿志强 目的就是想扳倒他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调整了他 那就是随了某人的意义了 所以 王检说的话有道理啊 我们暂时不能调整顿志强 池国平把这些话一说 林泽宇的心里 变得跟明镜似的了 赵东方是有意针对顿志强的 而不是想让他找机会 安插自己的人 只是赵东方 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顿志强不满意 因为顿志强 与吴奇政有矛盾 西庭县里 与吴奇政关系不好的常委 多了去了 为什么单单对顿志强感兴趣了 这真是一个让人费解的事情 直书记 这些差不多都是猜测 再说了 我把这件事情都安排的差不多了 这要是不调整了 岂不是白白做了工作吗 林泽宇心里不甘的说道 池国平把大手一挥 说 这些猜测不是没理由啊 工作上你停止了就行了 别说是还没有调整的那一步 就是常委会通过了 该不动的 还是要不动的 你按我的要求 去执行就是了 池国平很坚决的 制止了林泽宇的行动 林泽宇知道 现在的池国平 越来越有权威了 再说 自己的组织部长 可是池国平让他当上的 怎么说 自己也是跟在池国平后面的人 既然这样 他也不好再坚持了 只有按照池国平的要求 去做了 林泽宇从池国平那里出来后 回到办公室 想来想去 感觉是赵东方在愚弄了他 不过也怪自己贪心 要不然 怎么会听从他的意见 去想着调整顿志强 现在池国平 怀疑有人专门在搞事 而自己 又主动去提出调整顿志强 池国平说不定 也会怀疑到自己的头上 也是故意 针对顿志强的那些人中的一员 这样一来 倒是让他不大好了 想完这些 林泽宇给赵东方去了一个电话 一接通电话 林泽宇就说道 老板不同意调整顿志强 他怀疑 有人故意在针对他 我是白忙活了半天 弄得自己 也是灰头土脸的 赵主席 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赵东方没想到 池国平会在最后关头 把这事给否决了 就说道 这是顿志强 他自己导致的 怎么会有人针对他 我看 还是另有其音 是不是 薛鹏专门 找池书记了 林泽宇说 薛鹏倒是同意了 我和他谈过的 不过是王俭那小子不同意 打电话给池国平 池国平才改变了主意 一听到王俭参与了此事 赵东方很是奇怪 毕竟他听吴奇正讲 顿志强和王俭的关系 并不好 王俭在这个时候 怎么会支持顿志强呢 这倒是 他也没有考虑到的事情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大纲司令 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治刚全拼1969 感谢您的收听 第559章 审讯李正国 上一章我们讲到 池国平否调了林泽宇 想调整顿志强职务的提议 林泽宇给赵东方去了一个电话 一听到王俭参与了此事 赵东方很是奇怪 毕竟他听吴奇正讲 顿志强与王俭的关系并不好 王俭在这个时候 怎么会支持顿志强呢 这倒是 他也没有考虑到的事情 看来王俭是不想让你 拿掉顿志强啊 这没有办法了 持国平听他的 你有什么办法 赵东方 想到没有办成 赵主席 只有以后看机会了 林泽宇反过来 也说赵东方一些便宜话 好让赵东方感激他 赵东方笑了笑说道 泽宇 我们之间多余的话就不用说了 有什么事情我还会想着你的 听到这句话 林泽宇不禁感到有些恶心 但还是要表示感谢一下 在赵东方面前 他总是感到还是被他的威压所压着 由于王俭的坚决反对 持国平的一票否决 顿志强要被调整的事情 就虎头蛇尾了 顿志强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结果 薛鹏也把情况向他说了 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他真没有想到 来西庭县不久 就会遭遇到这样的一场危机 要不是王俭从中相助 这次肯定是死定了 一切还都是由于自己 没有听从王俭的指示 去做一些事情的缘故 顿志强这次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今后不用说别的 只要王俭说的话 他必须要坚决的去执行 否则再出了事 王俭绝不可能再帮他了 谢方帝得知 顿志强搞了半天 最终还是没有被调整 这有些让他气急败坏 本来以为事情进展的差不多了 怎么能到最后又功亏一篑了呢 顿志强现在不走 李正国的事情就不可能完结 而这件事不完结 他就出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 一时真是让他如坐针毡了 李正国在伤好了以后 根据王俭的安排 检察院的人介入调查 但是没有想到 李正国在被检察院的人带走之后 嘴巴非常硬 拒不交代有关事情 眼看着传唤的时间已经到了 如果李正国再不开口 案子还真不好查 怎么办 想来想去 检察院的人还得把这个案子再交给县纪委 先经过双规 取得一定的证据之后 再移交检察院 顿志强接到检察院的报告 就来到王俭的办公室 向他请示汇报 是王俭安排检察院的人介入的 现在检察院的人办不了 又找到他 他必须向王俭汇报 再说了 现在只要是有一些重大的事情 都要向王俭请示之后再行动 王俭现在的主要经历 又回到了县里的各个工业园区的发展上 西马山旅游项目的建设 也马上要纳入一时日程 这么多的事情 他不可能面面俱到 但李正国这件事 他还是要关注一下的 怎么回事 检察院的人搞不定 王俭听了顿志强的汇报之后 放下手头的工作 揉了一揉眼睛 身子向后一靠 看了看顿志强说道 顿志强说 李正国拒不交代 检察院办案有时间限制 他们申请让纪委先进行双规再说 王俭低头想了一下 说道 也好 反正你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 这件事还是让你来接着办吧 不过要小心一些 有什么情况再向我汇报 顿志强听了之后 马上说道 我知道了 王书记 有什么情况 我立刻向您汇报 顿志强接到王俭的指示之后 就出去了 王俭看着他离去的样子 感觉他好了许多 像顿志强这种人 还真有点像过去的酷吏 如果你不能驾驭他 那就很有可能坏事 现在还好 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顿志强从王俭那里离开之后 立刻回到县纪委 通过双规的意见 将李正国从检察院那里 又重新带回了纪委的办案室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李正国是一脸的惊慌 这一次是顿志强亲自审问他 李正国还没有和他打过交道 在经历一阵恐慌之后 李正国的心情慢慢的平静下来 他不相信顿志强又能怎么招他 李正国 你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县纪委对你的双规命令 你在检察院那里 只是一名受到临时传唤的人 但到了这里 你就是一名涉嫌违纪的官员 你应当知道党的纪律和政策 你要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顿志强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 下面坐着一脸疲惫 有些沮丧的李正国 李正国慢慢的抬起头 看了顿志强一眼 面无表情 他按照谢方帝教他的法子 就是徐术进曹营 一言不发 看顿志强能怎么招 没想到李正国这么顽固 顿志强等了半天 李正国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就不相信 一个腐败分子进到了这里 心理素质还这么硬 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李正国 我问你 你是一名党员不 顿志强开始慢慢审讯起李正国来 李正国依然是面无表情 一句话也不说 他现在就是下定了决心 跟组织对抗到底了 再说 自己都自杀两次了 还怕什么 看到李正国还是这么倔强 顿志强觉得 不能简单的用一些政策的东西 来打动他 还是需要从他的人生经历 和生活工作 来与他进行沟通 争取他能开口说话 想到这里 顿志强拿出一盒香烟 从中抽出一支 递给李正国 说道 烟抽不抽 李正国平时是不抽烟的 因此就摇了摇头 顿志强就笑了一下 说道 你看你 烟都不抽 酒也不喝 你这么洁身自好的人 怎么会去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你是一名高级医师吧 就依你的水平 别说当院长 就是你自己给别人看病 一年的收入也不会少 退休后 还可以继续发挥余热 做一些事情 可是搞到现在的样子 你觉得值得不值得 我没有受贿 李正国的心里放松了一些 开口说道 顿志强看到 李正国能开口说话 就感觉有了希望 审问这些双规的人 就怕他们不说话 只要他们说话 自然就能有所突破 比什么话也不说 要强得多 由于李正国不抽烟 顿志强拿到嘴边的烟 又扔掉了 看了他一眼说道 受贿不受贿 不是你说我说的问题 而是给你行贿的那些人 有没有说 如果他们不说 我们怎么会把你带到这里 你觉得有些事情 还能隐瞒得下去吗 如果你现在说了 那你就是坦白 将来审判你的时候 是可以减刑的 如果你能揭发检举他人 还能构成立功 也是可以减轻你的刑法 现在给你机会 你可是要珍惜呀 李正国脸上的肌肉抖动着 听到有人已经供出他来了 他的心里就是一紧 但他的心理防线 不可能一下子就崩溃 想了一下就说道 他们是在诬陷我 顿志强呵呵笑了起来 说道 老李呀 你也是快六十的人了吧 说起话怎么还这么幼稚 你说是他们诬陷你 那好 我问你 他们与你有什么冤仇吗 李正国听到这话之后 就不吭声了 双方又陷入了一种沉默 顿志强也给他思考的时间 过了半天 看到他还没有说话 就说道 老李 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语 叫做 出来混 早晚是要还的 只不过 有的人还得早 有的人还得晚而已 你到了这步田地 你老婆闹也闹了 上访也上访了 你的事情 不是还没有了结吗 你不要指望 自己不说话 就能把这事躲过去 也别指望 会有人来保你 我在市纪委的时候 也参与审了不少的案子 比你级别高的 有好几个 他们哪一个进来之后 不是痛哭流涕 感到后悔 自己犯下的事情 自己承担 不要让你的家人老婆 为你的事情担心 你的孩子 现在在外面 会怎么看你 如果你能认罪 至少你自己良心上 还会好受一些 家人也会原谅你的 谁没有犯错的时候 可是如果你一直这样 不交代事情 对你本人 也是一种折磨 而我们完全可以 靠给你行费的那些人的指控 审判你 无论 与情 与理 与法 你要考虑清楚 到底要不要交代这里面的事情 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思考一下 希望你能想明白 顿志强说完话之后就走了 他就是要给李正国一个思考 想清楚的时间 他知道 对李正国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 理性还是要超过感性的 如果他能考虑清楚 就不会这么顽抗了 在顿志强走了之后 李正国真的开始想着这些事情了 他现在之所以不说话的原因 还是想让谢方帝在外面能帮助他 给县纪委的人施压 好把他放出来 但是现在双规的命令已经下来了 要想让他出来 恐怕以谢方帝的能力 是办不成这件事的 只是他还有幻想 幻想谢方帝能找到更大的人物 来帮他 他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还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 如果他交代了 谢方帝的事情要不要说出来 要不要立功 这也是让他不愿意交代的地方 他怕一交代 整个防线崩溃 也把谢方帝的事情说出来了 但不说 心里总觉得难受 自己进去了 而有的人还在外面当着领导 凭什么自己浪荡入狱 他就没有事情呢 顿志强敢把他也拿下吗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大纲司令 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治刚全拼 1969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六十章 又闹了起来 上一章我们讲到 李正国被检察院重新移交到县纪委 被正式双规了 顿志强在审问李正国时 给了他一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在顿志强走了之后 李正国真的开始想着这事了 他现在之所以不说话的原因 还是想让谢方帝在外面能帮助他 给县纪委的人施压 好把他放出来 但是现在双规的命令已经下来了 要想让他出来 恐怕以谢方帝的能力 是办不成这件事的 只是他还有幻想 幻想谢方帝能找到更大的人物来帮他 他到底该怎么办 这还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 如果他交代了 谢方帝的事情要不要说出来 要不要立功 这也是让他不愿意交代的地方 他怕一交代 整个防线崩溃 也把谢方帝的事情说出来 但要是不说 心里总是难受 自己进去了 而有的人还在外面当着领导 凭什么自己浪荡入狱 他就没有事情呢 顿志强敢把他也拿下吗 李正国反复思考着这里面的厉害关系 是交代好 还是不交代好 交代了 必然是要被判刑 可是不交代 肯定从这里走不出去 不但走不出去 还有可能也被判刑 毕竟有人给正着呢 再说了 如果因为自己不交代 而连累到自己的亲人和孩子 那就更不值得了 虽然这样想着 但他还是没有下定交代的决心 毕竟无论是谁 要走出这一心理纠结的坎 都是很矛盾的 一种是怕惩罚 一种是想解脱 这两种想法就会交织碰撞 直到心理崩溃为止 李正国 你到底想好了没有 我们给你的机会是有限的 你到底是交代还是不交代 顿志强等了一个小时回来后 立声向李正国说道 像一把重锤 狠狠地敲在了李正国的心上 顿志强不再给他任何机会 让他立刻交代 这是让他交代事情的最后一步 面对顿志强逼人的话语 李正国长叹一口气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呀 还是交代了吧 看到李正国心理防线崩溃 顿志强立刻让人进行记录 把李正国的交代材料 全部记录下来 而顿志强就离开了 审问李正国的现场 李正国一口气交代了 接受下属医生钱财 接受设备商和药商的钱财 共计五十多万元 这些钱足以让他 做多年的牢房了 交代完毕以后 李正国试着问记录的人员 说道 我说 同志 我想问一下 我收这么多钱 会判多少年 虽然跟他已经不是同志了 但记录审讯的人员 也没有计较 想了想就说道 差不多十年以上 直至无期吧 一听到要判这么多年 李正国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了 他的年龄已不小 要是再在牢里 待这么长时间 那岂不是要 老死在牢里了 顿书记说了 我要是坦白的话 能减轻一些刑法 是不是这样的 李正国又问道 审讯的人说道 是这样的 但减的幅度不大 如果你想减的多一些 最好是能立功 检举揭发他人 到时候 你就可以少判几年了 听到这些话之后 李正国 马上就又陷入了沉默 显然他没有想好 要不要说出 谢方帝的事情 毕竟 这事儿非同小可 他只要说出来 不但谢方帝的 副县长不能当了 而且 还要和自己一样 浪当入狱 官设太大 李正国被双规之后 李正国的老婆 又在外面开始闹了 按照谢方帝的要求 他又到市里去闹 说纪委的人 冤枉李正国 这一次 赵东方和林泽宇等人 都在冷眼旁观 看这次 会不会把顿志强的 纪委书记免掉 毕竟 这样一件事 顿志强 还是没有搞定 说明这个人 不但没有按规矩办事 能力上 也有问题 知道李正国的老婆 又到市里去告他 顿志强急忙去找王检 他还是有些担心的 他现在 也有些明白了 有人是在背后 故意搞他 李正国的老婆 是在给一些人 提供理由 现在又这么搞 真不知又会搞出 什么动静来 王书记 李正国的老婆 又到市里上访 我们怎么办呢 顿志强来到王检的办公室之后 就急切的问道 王检很冷静的问 李正国交代了没有 顿志强说 李正国已经交代了 设案金额五十多万元 我们准备将他移交检察院了 王检想了一想 说道 你先别忙着移交检察院 我总感觉 李正国的案件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李正国的老婆 三番五次的这么闹 实在是有些反常 正常的情况下 谁会这么做 而且李正国的老婆一闹 就会有人站出来说话 我觉得 李正国的背后 一定还有内容 一定是有人 害怕他进去之后 会牵连到某些人 所以想着法子 要把你调走 把李正国弄出来 如果是这样 你要加大审讯力度 争取把李正国 背后的人揪出来 王检铿锵有力的话 让顿志强的精神 为之一振 对李正国的老婆上访 背后可能有人支持一事 他也是想到了的 但是没有往李正国 腐败的案子上想 只是以为 有人给李正国的老婆出主意 想着法子 把李正国弄出来 然后借机 将自己搞掉 现在王检这么一说 倒是让他感觉到 暗中有暗了 但李正国到底会与谁牵扯 现在只能做一些猜测 如果李正国不说 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 如果李正国背后的人 有一定地位的话 这个案子就比较难办 没有扎实的证据 恐怕很难将幕后的人揪出来 这是一个棘手的案子呀 王书记 您的意思是 您的意思是 李正国 涉嫌犯罪的事 肯定还有幕后黑手 我们要把那个幕后和李正国一样的人揪出来 是不是 顿志强追问了一句 王检看了他一眼说 你觉得我们要不要这么做 顿志强马上说 我听从王书记的指示 没想到顿志强这个时候 倒是不那么积极了 首先想到的是听从自己的指示 王检不禁笑了一下 顿书记呀 我说过会给你机会查案的 现在机会来了 你不会又打退堂鼓了吧 顿志强被说的不好意思了 忙说道 哎呀怎么会呢 只要王书记下指示 我就是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辞啊 王检呵呵一笑 那你就去坚决的查 如果上面有什么压力 我来顶着 你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我一定把这个案子查到底 顿志强信心百倍的说道 顿志强离开之后 王检就接到了 市信访局曹志忠的电话 问他李正国的老婆 怎么又来上访了 抓紧带人 把人领回去 王检就说道 李正国已经交代了受贿的事实 即使李正国的老婆去省里 去京城上访 这次也不可能把李正国放出来了 他们愿意上访 就上访好了 我们现在也无能为力 没想到王检 根本就不再理会这些事情 曹志忠就有些不高兴 挂断电话后 他就去找池国平 向他汇报这件事 池国平听过之后 根本没有什么表情的说道 你负责把他们安抚好就行了 这些人上访得了便宜 还来上访 如果是这样 我们党纪国法还有什么用 诉求我们可以听 但是人已经被双规 不可能放人 西亭县做的没有错 池国平这次 做了完全支持西亭县的表态 他现在确认李正国的老婆 不断来上访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 而且他也看清了 李正国老婆上访的目的 完全就是为了把李正国捞出来 说什么冤枉的话 全部是假的 李正国本人已经招供 怎么还是冤枉的 那什么样才是不冤枉呢 曹志忠本想告王俭一状的 没想到让池国平说了一顿 还把这件事情完全推给了他 如果李正国的老婆 还来市委上访 池国平一定会认为 他办事不利 曹志忠只好又回去 接待李正国的老婆 反复向他劝说 说到最后他也烦了 就说道 你们这么胡闹 到底是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子 你们是不是受人指使 李正国被双规 证据确凿 你们还在这里胡搅蛮缠 难道你这样做 西庭县纪委就会放人了吗 你们要是明示李 抓紧给我回去 等着李正国案件的结果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我只能通知派出所的人过来 把你们带走 李正国的老婆没料到 曹志忠最后会烦了起来 马上说道 你是信访局长 怎么能这样说话 谁来指使我们 你不要血口喷人 李正国被抓起来了 你不是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吗 我们不管 我们就要放人 你要想让派出所的人来抓我 就让他们来抓好了 曹志忠一听这话 还真是没了辙 人家根本不怕事 说什么也没有用 这样一来 怎么办 我说你们不要这么闹了好不好 你们知道我们这里是信访局 又不是纪委 这样吧 我给你写个条子 你们回到西庭县去 去找县委书记王检 在这件事情上 他最有发言权 他说放就放 我也管不到他 你们直接去找他行不行 曹志忠想把事情往外推 只要李正国的老婆不来市委就行了 他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去 既然王检不管这件事 就把他往王检那推 李正国的老婆听了曹志忠的话 也觉得是一个理 光在市委闹不行 这是谢方帝教他的招 但西庭县委那边还没有去过 如果西庭县委那边能起些作用 那何不去尝试一把 如果不行 再回来 李正国的老婆这样一想 就答应了 说道 那你给我们开个正式的条子 我们好去找西庭县委 曹志忠见李正国的老婆答应了 心里很高兴 马上找来一张纸 写了一通 大意是某某人今天来上访 有什么要求 先介绍到你处进行接待 请给予解决 然后上面盖了一个鲜红的 市信访局的戳子 看到曹志忠写完条子 李正国的老婆拿在手里 又看了看 觉得还行 有了这个条子 就有理由去找西庭县委了 只要他们不放人 就坚决不走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大纲司令 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志刚全拼1969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